玉里镇观音里竹林桥110年受到台风大雨冲刷桥段造成断裂 县政府也在去年5月积极展开灾害复建工程 历经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工 县长徐正伟今天正午亲自主持通车典礼 感谢中央到地方的支持配合 让断裂的桥梁顺利原地重建完成 不仅建构安全的农运交通 民众也期盼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竹林湖区域的观光景点 灾害复建工程通车典礼 起剪彩 历经一年多的工期 赤资4300多万元工程经费的玉里镇竹林桥终于完工 行程满党的县长许正伟从北花莲赶到现场主持 剪彩通车典礼 并与白雪人瑞以及地方各界欢喜迈开步伐 踏在崭新且安全牢固的竹林桥上 同庆同喜 111年玉里镇观音里超过30年历史的竹林桥 不抵台风大雨清洗断裂 冲击农民农产交通运输的安全 县政府积极争取克服万难 顺利的在去年5月份动工原地重建 现场许正伟感谢中央支持 以及地方各级民意代表 机关单位的配合逐一排除解决困境关卡 终于披荐完成 现场许正伟表示 新桥南端引道还要再微调改善 让农运交通动线更为损长安全 要做就是另一个桥墩要往后走 然后要把线形拉好 这也是未来现政府会在争取预算 然后把它做好的地方 或者争取中央预算 或者是自边预算 再把整个线形把它拉得更好 大家我们发现前面那里有一个key杆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现在开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好不好 我们会把那里这个整个把它做 那个线形再把它拉好 等了一年多竹林桥终于完工通车 不仅建构安全且兼具景观的桥梁 居民也期盼借着崭新的竹林桥 能进一步发展竹林湖区域的观光景点 串联赤克山金针花海产业观光来发展 竹林山它有比如说竹林湖啊 还有这些竹林山那边的 那个山景都很漂亮 对啊云海啊 也有它的特殊的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 就是让工部分知道说哪一个哪一段路况比较差 它可以做局部的一个改善 现在农业出说明 原桥梁宽度仅有4.2公尺 且为单行道狭载已不合时宜 因此设计拓宽为双线车道 桥面全宽增加到9公尺 全长90公尺 并在路间设置了三管式护栏以及路灯 让乡亲或游客通行更为便利安全之外 更承担农产运销与观光休闲使用的重任 记者是玉兰玉璃正采访报道